近日,网上曝光了一组罗云熙白鹿在一次密会聚餐中的照片,照片中的他们展现出了异常亲密和融洽的关系,引起了广大粉丝们的热议。 从罗云熙的眼神中可以看出,他完全离不开白鹿,两人互动甜蜜,令人羡慕不已。 罗云熙白鹿是公众眼中的模范夫妻,他们不仅在职业生涯上收获了巨大的成功,还在婚姻生活中展示了稳定和和谐的家庭关系。 这次的聚会照片再次证明了他们之间的深厚感情和亲密关系,让人更加为他们美满的婚姻而祝福。 聚会上的罗云熙子和白鹿展现出了一对幸福夫妻的典范形象,罗云熙的眼神充满了温情和关爱,完全无法离开白鹿的身影。 他们坐在一起,相互交谈和倾听,展现出了亲密无间的默契,在这个瞬间,他们的爱情仿佛溢满了整个聚餐场所,令人感受到幸福与温暖。 聚会中,罗云熙还向白鹿索要了一个亲吻,这一甜蜜的场面实在让人感到心旷神疑,这个小小的动作表达出他们之间的深深情意和对彼此的深深钟爱,他们的关系无可质疑地对外界所看见。 这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了对他们美满婚姻的祝福。 罗云熙白鹿的密会聚餐展现出了一个幸福家庭的真正样貌,他们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,始终保持着相互支持和理解。 他们深知幸福的秘诀在于彼此的宽容和珍惜,所以他们能够在一起度过各种困难和挑战。 他们用自己的幸福诠释了什么叫做相互包容和默契,为更多的人树立了爱情的楷模。 罗云熙白鹿的聚会照片一经曝光,立刻引起了广大粉丝们的热议和祝福,作为公众人物,他们时刻受到媒体的关注和粉丝的追捧。 然而,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真挚的感情打动了人们的心,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与认可。 这次聚会也再次向大家展示了他们之间的幸福和默契,让粉丝们更加欣慰与喜悦。 罗云熙白鹿的聚会时光充满了甜蜜和欢乐,他们在彼此的陪伴中享受着普通情侣间的温馨和快乐,他们明白,家庭的和谐和幸福才是最重要的,因此他们时刻用心经营和维护着彼此的爱情。 他们的甜蜜互动给了他人许多爱情的启示和憧憬,也彰显了美、神秘的神话世界中。 流传着各种怪奇传闻,演绎着或悲或喜的爱恨情仇,在仙侠的世界观里,有前世今生的宿命缘分,有人腰相恋的万般险祖,还有师徒文学的禁忌刺激,随着故事想象力的不断丰富,如今的IP影视化已不再局限于某种框架,长月静明。 该剧改编自《高人气》小说,讲述了黎苏苏穿越500年回到谭台靖出生前,只为杀死魔神改编未来悲惨世界的故事。 罗云熙饰演的淡台靖可怜至极,出生前被寄予厚望,出生后却遭人嫌弃,从父皇到奶娘,甚至连她好不容易认可的家人叶熙悟,也在大婚之夜将钉子钉入她体内。 比起身体上的疼痛,被背叛的感觉更让她痛苦,罗云熙用孱弱的姿态和起怜的眼神,将质子的悲惨命运展现得淋漓尽致,白露在剧中一人分饰三绝,从背负希望的叶熙悟,到天真却被辜负的桑九,再到心怀天下的黎苏苏,她不愿被情爱束缚,爱的不只是一个人,更是天下人,白露在戏中历经劫难。 千年来才获得安宁生活,戏外,她也经历了黑暗时刻,被人指指点点,被贬得一文不值,就连她演技高光的时刻,也被质疑只是运气好罢了,好在白露挺过了423的风波,实现了一年三报,各种奢牌代言接到手软,结束了北上的拍摄后,白露已经在白月泛星剧组待了一百多天,临近沙青,剧组还突然给主创们送来了惊喜,进行了直播, 这是白露既招摇和长月静明后的第三部仙侠剧,她在剧中的状态令人惊艳,上下班的路透照仿佛成了她的秀场。 浮化到更是让人羡慕,直播时,白露展现出了大前辈的温雅,无论是粉丝还是代拍,都是为了捕捉一人最真实的状态和剧组最新鲜的装造,白露进组一百多天,每天都被拍摄,即便在高强度的剧集拍摄之后,她依然能保持光鲜亮丽的一面。 白露在无滤镜的情况下,没有留下一张丑照,这足见她对形象管理的严格自律,从曝光的造型来看,她的古装造型颇具新意,可谓一齐绝尘,粉蓝水墨江南小姐,麻花长遍森林精灵,冲天马尾俏皮小怪,一袭红衣武剑侠女。 白露仿佛是快穿纹里的女一号,体验着不同女子的人生,最新释出的大婚妆造,头饰繁复精致,梳妆打扮花费了三个半小时,星月女神的牌面十足,在直播中,白露的头明显小于在场的所有人,而且五官集中,面部留百少,即使经过锐化也无需担心。 她满头的朱链和高耸的发际让脖子酸痛,但近两个小时的直播下来,她只调整了几下,其余时间,她都是精力充沛,活跃气氛的开心果,白露的高情商还冲上了热搜,从招摇到时宜,再到现在的白硕。 她的点滴进步,大家有目共睹,她的出色表现在意料之中,而三位配角的精彩演艺则是意外之喜,作为古装美男罗云熙,称号不是白德的。 这些年在仙侠剧里大杀四方,特别是去年和白露主演的《长月静宁》,简直不要太养眼,这边的神仙颜值还没欣赏完。 那边罗云熙新的仙侠剧《水龙吟》就又开拍了,《水龙吟》这部剧不是那种传统的武侠或玄幻剧,而是幻想背景下的武林故事,讲述了主角唐力慈如何在一个充满了纷争和阴谋的江湖中求生存,求发展。 唐力慈原本是个挺有原则,分得清楚正邪的人,但是因为被过去的好朋友陷害,不得不被卷入了一场旨在颠覆武林的大阴谋中,这个阴谋涉及到了武林里的各个势力。 比如风流殿这样的组织,面对这样的局面,唐力慈没有选择退缩,而是决定用他掌握的一套来自域外的武学,往生谱。 去探索,挑战,甚至联合武林中的其他势力,建王城,毕洛宫,最后甚至掌握了中原建会的力量,与风流殿这个敌对势力斗智斗勇。 在这一系列的冒险中,唐力慈不仅仅是在外部的敌人,他还遇到了像池云、沈狼魂这样的人,与他们产生了深厚的友情和纽带。 更重要的是,在这个过程中,他被那些为了保护普通人民,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侠士们深深感动,从而选择了肩负其保护江湖未来的重任,在《水龙吟》这部剧里,罗云西的角色形象有了很大的变化。 有人说他看起来胖了一些,但我觉得,这样的变化其实让他的角色显得更加真实,更有血有肉,也更加立体。 在开机仪式上,罗云西的造型简直太吸引人了,穿着有弧球边流苏的长袍,头上戴着银色的御龙发官,这样的打扮高贵典雅,又不失温润如玉的气质,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作为男主的独特魅力。 肖顺瑶因为饰演狄飞生这个角色而走红,而在《水龙吟》中,他扮演的沈狼魂是一位被男主雇佣的杀手,这种强强联手的设定,他们的对手戏一定非常精彩。 至于徐正希,她的造型在剧中真的是豪华又霸气,通过她的眼神,就能感受到一种不怒自威的力量。 林允官方宣布出演《水龙吟》女主角时,确实给了大家一个惊喜,毕竟,在过去的两年里,我们更多地看到她在各种红毯活动上展示惊人的造型,而不是在剧集中看到她的身影。 当看到她在这部新剧中的造型和状态之后,人们的期待值又一次被点燃了。 林允在剧中的神女造型,华丽又精致,这种美,就像是一位壁画中的神女,突然踏入了凡间,特别是她低垂的眉眼。 不直接对视镜头,反而更加震撼人心,她的眼神虽然没有直接注视任何人,但每个观众都能感受到她身上的那份光辉和震撼,这造型出自一小雅之手。 此前为白露在《长月静明》中的造型也颇受好评。 虽然从第一眼看上去,白露的神女造型和林允的似乎差别不大,但仔细对比就会发现,两位演员的五官和气质有着天壤之别,白露的双发际造型显得更加俏皮和灵动,非常有亲和力,而林允的造型,无论是发包还是发饰,都显得更加奢华。 她的五官散发出的是一种超脱世俗的清冷感,完美契合了网友对于清冷神女形象的想象。 剧中的每一个人都对我们的眼睛很友好,快快杀青吧,已经忍不住想看了。 剧中的每一个人都对我们的眼睛很高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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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的眼�